习国阳 有关销售和助理相关的行业 不管今天我的求职成功与失败 我会把它当作我人生中的第一笔的历练 不管以后 我希望十二位梦想推手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插上理想的翅膀 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谢谢 习国阳20岁 身上还有很多小孩子的特点 以后说完话别吐舌头 那样会显得太小 虽然很清新 但是劲儿大了之后 就会口味有点重 20岁 就已经找工作了 多大工作呢 我确切来说 应该是19岁就开始工作了 19岁中专就毕业了 中专毕业了 中专学了几年 我中专是学了两年 当时为什么选择设计专业呢 设计专业 我说白了吧 好听点它是叫平面设计 说难听点 我就是学了一个后期制作的一个简单的软件 PSD PS的软件 Foodshop 那还学了两年啊 一个PS学两年 其中我还包括了视频编辑也可以做 视频编辑你用什么软件 我是用的是 就是说会声会影 就是说咱们都学完这个之后 为什么以后没有去做 比如说专门也可以找PS的工作做 对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少刚老师 是这样的 我毕业之后我也从一家 就是说影楼也实习过 但是实习当时同时 老板他没有给我薪水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我自己在想 是不是我的能力有限 或者就说他当我有能力的同时 他再给我薪水 但是我发现当我有能力的同时 他给我的薪水显示特别少 所以我当时我就离开了那里 选择一份销售 销售什么 我销售的是互联网的一个 是张家旺的广告卫 你在电话销售的业绩怎么样 业绩还可以吧 模拟一下 假设现在你要电话销售我 销售给我 行可以 销售给我 咱们这谁有电话销售啊 王刚你们这有什么产品啊 广告位 就是你要销售的就是这样 电影前面贴片广告 找我来 电话销售 喂你好 是张老师吗 你好 你好张老板 是这样的 我是咱们这个暴风影音的一个 就是说工作人员 之前呢就说看你现在 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就是在做什么项目了呢 你想干嘛吧 是这样的 跟您声音满和气 爱的今天你多大了张老师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交流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多大了 其实 你为什么要问我多大了 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这样的张老师 你先把你的声音缓慢一点 先别着急 是这样的 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没有人恶意的 只是说想帮助你一下 就说在你的企业之上 现在您听说过 暴风影音吧 挺出名的 就是说 听说过吗 这磕不是这么落的呀 咱们看 再落上半分钟 我再给他半分钟的时间 我听说过 来吧 我现在对不起 我马上要开会 30秒之后我会挂电话 是这样的 你先别挂电话 我点击重量说一下吧 我们现在就是说 咱们这暴风影音 贴出了就是说 非常出名的广告位 就是说价格方面也挺合理的 因为之前就是说 您这方面不也是想打广告位吗 之前看你就是说 从几个类似的广站 做了一些广告 你看那些广告 对你有效果吗 感觉 有呀 因为现在 咱们现在正搞活动嘛 因为您是咱们这边的 就是说 针对您一些的情况 所以呢 你多少钱吗 咱们这边价格非常合理化 多少钱 看你选择的 就是说 是什么项目的 你们最贵的多少钱 我们这边最贵的 大概应该是在 五六万块钱了吧 应该是首页 准会给你带来的 就是说更经济效益的方面的 一辙我就干 什么 一辙 一辙是吗 不好意思 我这边我也做不了主 您要不这样吧 到时候 我们肯定会给你享受最优惠的 到时候您看 咱们 我再给上午经理 再申请一下 应该可以吧 不行 电话销售的时候 还侮辱对方 我说 你想干嘛 他说 请你把你的身心放小点 好不好 不是 我是说把你的 当你听说的时候 我看你就说 说我有点着急了 所以我会 即便我着急 你也不能在电话那头 紧把 你那个什么 不要着急啊 不是啊 你不要挂电话 我凭什么不挂电话 我想问一下 你刚开始问那两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是啊 刚开始问那两个问题 其实两个目的 你为什么要问我多大了 因为听你多大意识 我就是说 想跟你套近乎 然后套近乎之后 完了 再给你挖掉你的需求 想把我们的广告费 假设我告诉你 假设我告诉你 你问我多大了 我说我38 听你声音满家轻的 我是叫你 怎么称呼你呢 而且已经像周老师了 你现在又往小清新 到重口味的那个方向上发展了 我各位 这个别再继续下去了 回去读书吧 读书 对 他现在两条路 我认为啊 要么回去 有机会好好读书 要么做一些动手的工作 这样这样 不说感慨的话了 一个这么年轻的求职者 来到这个平台 相对于 其他的求职者来说 我们内心相对是复杂的 复杂的原因是 20岁的年龄 很多同学 我用同学来说你啊 很多同学都在念着书 19岁小齐就出来工作 所以一定有他自己的 家庭原因 个人成长原因 等等等等的原因 现在小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各位觉得这个工作是 能提供还是不能提供 能提供的留下 不能提供的离开 选择 又想干嘛 贵博 我心里特别难受 因为 我不能说一个中专 学历的孩子 20岁就不应该站在 非逆魔熟的舞台上 但的确有这样一帮群点的孩子 他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所有的人都去选择销售 殊不知销售的门槛 其实很高 所以他们找不到方向 所以 我还好看到曾花 亮着灯 所以我还很高兴 真的是这样 因为曾花 斯凯乐给你亮着灯 天生我有才 来 曾花 惠博 其实我也很难受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觉得 你也有一些你的优点的 比如说 我觉得你生来熟啊 是吧 你可能很快能够跟 你的顺便的伦达包 你的顾客就熟络起来 店面工作你做不做 就最简单的 什么叫店面销售 店面销售 店面销售做不做 我可以做 我够 商店售货员 其实是这个名字 商店售货员做不做 可以做 但是我希望 最好在本页中 提供一份住宿就可以了 曾老师 住宿条件是一个 他提的硬件条件 真好 那个国养 我一点都不讨厌你 但是你要知道 北京啊 人才网上 应届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 本科毕业生才1500到2000 这是个区间啊 所以如果真的 曾老师今天给了你份工作 因为看咱们节目 很多都是大学生 甚至还有高中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信息 就是原来不读书 读中专 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作 他没有找到是他想要做 他有这种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读书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不能说中专的人 就不能找工作 就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这一点我是不认读的 而且我也觉得 其实陈柴的 还有 其实国养我觉得你实际在台上最大的优势只有一个 就是年轻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很年轻 这一点往后会表现出朝气来 我还是想 接着刚才你简历上写那句话 接着去追问一下 你写的最理想工作状态是 是朝九晚六 这点非常让我意外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灭灯 我想问一下 你晚六之后你是干什么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好的 因为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会写朝六晚 因为就是说 在我初中毕业之后 又肯定就是说 在学问上面肯定是不合理的 我就说利用下课之后 我就想去报一个成人考 成人大学 是想报还是说你报了 我来北京应该是计划去报 百分之百去报 我这次来到北京 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同时然后呢 如果要说 这样过一样 十九岁就开始工作 对 对吧 对 从十九岁到现在 你工作的时候 业余时间多吗 业余时间是不太多 不太多 对 一天能有多长时间 业余时间 一天的业余时间 除了正常 我在老家上班的时候 我说正常下班 就是睡觉 看电视没事 其实少刚 看书吗 读书吗 读书 读什么样的书 我主要是偏向于 就是说自己的设计 能具体说 因为平面设计 也有很多专业的杂志 说三个书名 具体的 不要杂志 要书名 我看的书 还是说是photoshop吧 photoshop里面 有好多的就是说精髓 但是说里面 我只是说一个皮的 除了这些 除了这些纯粹的 技能的书之外 还看什么书 没有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设计 其实不是的 其实你的业余时间 主要用在玩和看电视上了 各位就这样 我们不谈了 也许我们谈了太多的观点 谈了太多的想法 谈了太多 我们愿意帮助他 理解问题的角度 不过现在 只有一盏灯亮着 增花你的二次选择机会 如果你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将会交到 齐郭阳手中选择 郭阳抱歉 我还是不能给到你 没事 郭阳我给你的建议 郭阳啊 每一个年龄阶段 都有不同的成功的定义 而每一种不同的成功 都需要一种特质 我觉得以你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需要的是踏实 回去想想 怎么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步走 从学徒开始 好吗 而且郭阳我就送你三个字 多读书 谢谢 再见 谢谢